我们也应该选择正确的方法,不能像以前一样遇到问题,不想方法,像过去一样,头痛一头,脚痕一脚啊,那我们如果选择对了方法,就像两个人一样,你看,挑着点根上的两个行李,觉得还很轻松,就像我们老弟老妈的身体, 遇到了问题,可能某一个问题,没有正确的方法,会困扰你很多年,可能有的老弟老妈身上有很多的问题,不止一个,但是他选择对了正确的方法,来到了红衣大奖堂,选择了正确的整合治疗的方式,那身上很多的问题,逐一的, 得到解决,逐一的,得到环节,那我们红衣大奖堂有太多,太多这样的例子了,我们很多老弟老妈都是一起多病的,那我相信在我收音机前,所有的老弟老妈应该绝大多数都是一起多病的, 有单独一种两种,这都属于少的,而且,听我节目的可能健康人会相对少很多很多,多数都是被批顶折磨的老弟老妈,那我们选择正确的方法,这个太重要了,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老弟老妈遇到问题的时候,都应该能有正确选择方法的意识,这个是最重要的,那我们很多老弟老妈选择红衣大奖堂,选择整合治疗之后, 用大奖堂堂,包括我给大家出的一些药茶也好,脚的方式也好,脚位也好,来进行整合治疗,哎,你看这个身体转变的,改变的,特别多,也特别大,这就是正确的方法,那我希望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弟老妈都能够选择正确的方法,让身体能够真正的好起来, 那好了,我们做这个老弟老妈,咱们这个修心的环节去想到这儿,咱们接下来呀,要想修身的事实了, 对,修身的事实了,我们相当做,讲到这个头痛,内伤的这个头痛,我讲了头痛分为两个大雷,一个是外感型的头痛,一个是内伤的头痛, 那我之前讲到了这个肝阳头痛,你也讲到了肾虚头痛,包括上堂课讲的这个血虚头痛,你也讲到了, 那每一个阵型都有自己古特的这个症状,表现都是不一样的,包括我上堂课讲的这个血虚头痛, 我还没有讲整合治疗的方式,整合治疗还没有讲的方式,究竟哪一种更好,我们的这个时间就到了,是不是, 哈哈哈,那好了,我们今天这堂课接着往下讲,来讲这个血虚型的这个头痛,怎么样来进行整合治疗, 好,那血虚型的这个头痛,我上堂课讲了,不管你是这个头痛,包括这种痛痛, 那头痛而晕,还是这个清晰不宁,神皮乏力呀,面色恍白呀,那这个点型的表现,包括脉特别弱, 脉特别弱,这都是血虚型头痛的点型的一个表现,而且有血虚性的这种头痛, 就是我头痛的特别厉害,而且我还带有乏力,就是全身都没劲, 全身都没劲,不仅仅是说我手没劲,脚没劲,不是,是全身都没劲啊, 全身都没劲啊,这种呢,别大多数都是属于这种血虚型的这种头痛了, 那对于这种头痛呢,其实原因很简单,就是我们的这个, 这个,这个,气血不足了,哦,气血不足,我们说,这个血分不足啊, 不能够乳养脑,不能够乳养这个头,所以你看,就会出现这种疼痛啊, 包括悬晕啊,包括这种疼痛啊,而且呢,血不足和心神饰养啊, 所以你看,我刚才讲,心机不宁嘛,心慌了,也睡不好觉了, 包括经常出现这个怕冻症啊,或者是有点什么事啊, 这心痛痛痛痛痛,到的特别坏了,这样的表现,这不都是血虚了吗, 对,都是血虚,那这些道理是一样的,可能有很多新疆病的患者, 啊,也会出现这样的表现,也会出现这样的表现, 哎,为什么呢,你看,我们现在很多冠心病的人都会有这样的表现, 什么那些心肌缺血的,心肌缺血的,或者叫做心肌共血不足的, 哎,它也会出现这样的表现,其实,其实是一样的, 嗯,那也是由于血不足了造成的,我们说辩证也好, 治病也好,都要,最正都要找到根儿上,对,都要找到根儿上, 你哪儿出现了问题,就像那个血虚头痛,是头痛,哪儿出现了问题, 对啊,血出现了问题吗,血虚了吗,那我们整合治疗的主要的方式呢, 其实特别简单,就是养血为主, 哦,养血为主吗,就是养血为主,因为是血的关系, 哎,因为血虚了嘛,所以就要养血,养血,我们中医讲叫养血补血, 养血补血,哎,养血补血,那这个时候呢,我们脏面双毛的这个整合治疗的调整方向呢, 主要调整的就是胶囊了,哦,这是滋阴补血,哎,滋阴养血的嘛, 那血出了问题一定调整的是胶囊,哎,所以对于这种血虚型头痛的这样的患者呢, 我们把脏面双毛的胶囊来进行增量,哎,胶囊来进行增量, 不管是早晨还是晚上这一次,那就是早晚都要增加一滴胶囊, 早晚都要增加胶囊,哎,早晨晚上都要增加, 因为你早晨也要用一滴胶囊多增加一滴胶囊,晚上也要你多增加一滴胶囊, 晚上也要,其实道理特别简单,就是为了十年养血补血的能力增强, 对啊,早晚都要用,对啊,这样的情况下,你虽然养血的能力增强了, 你血足了,你把这个根本问题解决,你血不虚了,你头就不沉了, 哎,这才是治本啊,非常简单啊,对对对, 呃,那第二种方式,啊,我们要用的这个小方计是什么呢, 嗯,叫做家卫四五汤,家卫四五汤,对,家卫四五汤啊, 对,家卫四五汤啊,听人挺惯意的,哎,这个家卫是什么呢, 就是在四五汤的基础之上呢,在家上, 一位重要,正常四五汤是一个很经典的方计, 我们叫京方啊,京方,四五汤,四君子汤, 这都是八真汤啊,十全大补丸,这都是很经典的京方, 嗯,那我们这个四五汤呢,可能有人知道, 有人可能也用过,叫做地勺归凶, 地勺归凶,熟地,白勺,当归,川凶,这叫地勺归凶, 地勺归凶,对,那这个四五药最主要的作用什么呢, 就是养血调血的,那养血调血最主要的作用啊, 而且现在四五汤呢,也有做成的成绩, 也有成绩,叫做四五汤颗粒,或者是四五丸, 都是这个做成的这个成药,中成药有现成的, 而且主要成分也就是这次呀,熟地,白勺,当归,川凶, 地勺归凶,主要的成分也是这些, 那我们这一次用的呢,不仅仅要用四五汤, 你单纯要四五汤的情况下, 因为四五汤是羊血调血的,那它可能对于血须会有帮助, 但是呢,我们还要记住,有一个问题啊, 就是一定要把头痛的问题解决, 就是血须来着头痛嘛,那我们要用的时候就要加上几个中药, 同样的,我们要加的中药是这么几个药, 第一个是甘草, 第二个药要加的呢,是曼精子, 曼精子,曼精子这个药啊,是特别有意识的, 我们中药学当中讲过一句话, 叫做朱子接降为曼精不胜, 朱花不胜为玄浮足降, 这太绕了,出不了了, 出不了了,不太了解啊, 这是我们中药学当中讲的, 叫做朱子接降,就是凡是中药当中带子的, 我们听过啊,比方说像来吐子,带带子的吧, 这个是降的,这些药都是往下降的, 降下来走的, 它叫做朱子接降为曼精不胜, 什么意思吗, 曼精不胜是向上走的, 那我们要解决的是哪啊,头痛吗, 当然解决的是头痛, 那我说应该往哪走, 往上走,头在上面吧, 所以要往上走, 所以说我选择这个药物, 原因是什么呢, 就买了一个瘾精药, 是瘾精不胜的瘾精药啊, 它就是瘾精不胜的瘾精药, 所以它可以带了一些不差的一些药物能够做,